梅拉雄公司為了要將藝術和生活做結合 提醒人物的氣質 也充分利用公司的空間 引出姚簽來自到達馬丹娜 給文中心的進行中恩壽丹老師 安排於人物和人物作為主題 電視各種油圍、水彩圍頂的作品 電視的時間是十月五號到十一月二十五號 姚簽鄉親做回來公司分享美麗的作品 一百又一百的圖 不管是四歲 他們就是人物表情 都充分表演出每一百度的靈魂 這作品是一位退休的侯理長 當時也是到了馬丹娜給文中心的進行中 恩壽丹老師所創作出來 人物特寫 它的主題叫做生命與靈魂 因為我覺得最漂亮的風景就是人物 所以才激發我這一次創作的理念 有很多作品是我從年輕畫到老 還有畫我的孫子 還有畫很多美女 美好的影像留在畫質上面 未來韓公司 將公司的空間充分利用 當時也將藝術和生活來合作 因此邀請恩壽丹老師來公司 展出他的作品 老師也將自己豐富的人生經驗 透過作品將生活、藝術畫 來跟大家分享 所以每一百度都有自己的故事背景 從畫畫裡面可以抒發我們的感情 像裡面我還有畫一張 那個口腔寶劍刷牙 這個就是我有感覺到說 口腔寶劍真的很重要 我們希望把我們繪畫融入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讓我們的生活藝術畫 讓我們處處都是美景 藝術丹老師也帶到大家做會來讀藝 自己的作品 開心跟大家分享 創作的快樂 公司也找到基盤各種作品的展示 為未來地匯讀書館 生活美學館的各種展示 竊手辦展覽的經驗 一邊還有一邊來辦得更好 當然未來未來公司 希望透過一邊還有一邊的展覽 為未來我們智慧圖書館和這個生活美學館 來做個準備 來訓練 我們本身公司 一些行判人員的本職學養 未來營養 做個大部分的品質 走向藝術國際化 希望我們為我們全新國地 可以來未來公司參觀 和彭老師的發展 希望未來我們所有的意識 都可以來公司 展覽我們未來公司 都有所在人 排這個所在給你們發展 從現在開始在未來公司 所展出的各種作品的創作 將會一直展出到十一月二十五 歡迎大家鄉右前往參觀 去吃定規煮差不多